绿色旅游、绿色饭店成为未来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君达集团在30多年前就建立了永续发展管理体系 旗下花莲、央月、美帝度假酒店也成为全台湾第二家 获得国际永续饭店认证的度假饭店 20号在世界地球日前夕特别举办了国际认证授选仪式 并且和东华大学合作盘查绿色旅游探足迹的成果 君达集团上四多年来坚持无独友善环境 2019年升级转型洋业美帝度假酒店 致力于提供一个舒适、丰富而又环保的有机香草 气感身心疗愈的度假体验 酒店走在减碳、潮流精端 积极实施简单减碳的措施 例如使用在地有机食材、LED能源等简单设备 听着提供瓶装水以及一次性被瓶等等 同时也高度重视社区的贡献 通过支持当地文化、绿色农业和社区发展等方式来回馈社会 落实时宜住行育乐、购置、低碳、绿色旅游、低碳、绿色餐食 成为全台唯一低碳香草主集的饭店 我们军导、我们央月 在2016年 我就想要取得绿色饭店的认证 我们同事跟农委会一起到了德国 德国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一部分叫有机这一块 因为它牛肉、鱼都要有机 所以我们目标定得非常清楚 绿色饭店、绿色旅游 所以我们在2022年提出申请GTS 2023年获得 今年2024年再次获得GTS 绿色旅游认证 国际的认证 对我们亚美来说 对我们的理念 我觉得它是一个品牌 更重要的是 对我们的旅行社的合作伙伴们 对我们第三个消费的所有来到亚美朋友们 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承诺 叫做责任 我们不只是从绿色旅游 要低碳 我们的饭店取得认证 是低碳 我们推动了绿色餐食也要低碳 所以这个绿色餐食整个的package里面 我们的绿色餐食推动了 这个所谓的碳足迹的计算 我们这次 就是委托了我们东方大学 很详细的帮我们这个流程里面 它这个所谓的理由 理由的认证OK了吗 但是理由的过程里面 我们减了多少谈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央阅美帝都要酒店 在2024年4月获得国际永续饭店的认证 国际机查专业机构 集团新加坡总经理 也亲自出席受证仪式 受证给央阅美帝 很高兴来到台湾跟杨越 颁发这个GSTC的国际永续饭店认证 他们是经过一连串的努力 根据世界国际性的一个永续饭店的要求 通过这个集合 很荣幸也得到台湾首一批 能够达到这个认证的饭店业者 还是花莲的第一家 在外国观光客选择外国饭店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 而且它这个通过饭店的话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filter 就是说这个饭店一定要通过某程度上 世界承认的认证过后 才会把它列上这个名单 金道金的董事长尹从手表示 央阅美帝住家酒店正式取得 COGSTC的国际认证受证 这是对央阅美帝在地可持续发展方面 持续不懈努力的肯定 央阅美帝也规划了一系列地摊绿色假期 让入住地摊央阅美帝的女人度假的同时 也能够守护地球尽一份的认 接着Jongi既然想不到 这位置明镜来。 您有点赞,对吗?